排行榜外的英雄 今天也来到我们的棚内 这一款呢 我说实在的 我对它还挺陌生的 就是Volkswagen的Polo 可是看到实车之后 你会觉得 我们怎么以前 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呢 没问题 陌生没有关系 我来跟冠儀介绍 基本上Volkswagen的Polo 是属于比较小车格的一款车子 比它大一点的Golf熟了吧 它就是缩小版的感觉 是的 它比Golf是小一点点的车 那我们今天现场看到的是 VW的Polo 1.0 TSI R-Line的版本 也是帅气喔 R-Line版本它当然就会有一些 运动化的外观上的一些配备 那当然很重要一点 这台车它搭载的是一具 1.0升的三缸TSI涡轮增压引擎 刚刚Rick有讲到 1.0升的三缸涡轮引擎 有的税负 有的税负上的优势 而且只要一年不到万元的排燃税费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拥有的是这样的一款车辆 你在仰车的成本上降低 光是税金你就降低了 那么1.0升的这一具引擎 有115匹的最大马力 以及20.4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它配置的是一具7速的DSG变速箱 开起来也很有乐趣 我们刚刚讲到仰车 这一台车油耗也有1公升 17点多公里 有17喔 省了吧 很省 甚至它在高速的油耗表现 是可以突破1公升20公里的表现 所以在仰车的成本上 税金省 油耗省 对不对 然后啊 一般我们提到 介绍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不要讲涡轮增压引擎 三缸引擎 大家会第一个想到 叫做引擎抖动 所以每个车厂 他都要介绍说 OK 我有设计一个什么 所谓的反向平衡轴 抑制这一台车子的抖动 那你多了一项配备 可能就要多一个维护的成本 这台车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不是因为它会抖动 是因为它其实借由它特殊的设计 包含它的曲轴箱 包含它的活塞 活塞连感 采用的都是轻量化铝合金的设计 所以它可以消弭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震动 它就不需要再去设计一个 反向平衡轴 来让这一具引擎有更多的一个负担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高科技呈现的一个这个画面 那当然这是在这一台车 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说 它是1.0升的 这个引擎的动力输出马力 其实这样子的动力表现的数据 相对于20年前来说是2.0的 自然进气引擎的水平 然后我再讲 虽然它是属于Polo车系 比Golf小一点点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 目前的车身的尺码 车内的空间的表现 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四代Golf 这样子的一个车型的大小 现在车都越做越大了 对 其实因为现在的车是越做越大 但是并不表示小车就不好开 是啊 没错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 再者它建构在的是 Volkswagen最著名的一个什么 MQB的平台上面 所以它拥有非常好的操控性 拥有非常节能的一个表现 拥有非常低的一个养车成本 讲到养车成本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到 以现在新世代Volkswagen这个品牌来说 它导入的是一个新世代的一个 这个机油 所以它在台湾 目前推出的一个保养的策略是什么 两年三万公里 没有听错 前一阵子大家还在吵说 到底要五千保养还是一万保养 人家福斯很厉害 其实人家福斯很早以前在台湾 就是一万五千公里保养一次 但它现在对于它自己的引擎的技术 机油的技术更加的确认 这次可以推动到两年三万公里 当然是先到的为准 才需要做所谓的基础型的 换机油的小保养 真的 哇塞 这厉害了吧 这很厉害 如果你开的车是五千公里保养一次 你保养第六次 人家才要去保养第一次 反正这是原厂说的 有问题就找原厂 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六倍的差距 那我告诉你 你去原厂保养 一瓶机油多少钱 大概六百块钱左右 现在放眼望去 你不可能在任何一间原厂 找到一瓶一百 进口也 不管 我想进口都一样 你不可能找到一瓶一百块的机油 我们姑且 大家的机油的使用量都是一样 你不可能找到一瓶一百块的机油 在原厂 所以也就是说 假如是五千公里保养的车 两年三万公里 做正常小保养换油的费用 绝对是比这台车还要贵 所以降低了什么 我们刚刚讲 降低了好多的养护成本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VWPOLO来说 你可以看到它的引擎盖 有非常多的折线 包含 关于你看车侧的部分 葉子板这边基本上 其实算是一个 两条折线式的设计 一路贯穿到C柱的部分 那在车侧下面 包含葉子板这边 R-Line的标志 是一个箭矢型的设计 一样两条车线贯穿肩部 而且贯穿了前后的车门把手 然后一路延伸到车尾灯 所以它是充满了运动化线条 而且多线条式的设计造型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冠宜 来到车侧的部分来看一下 冠宜你看一下 这是一台小车 它的轮胎已经用到了17寸的尺寸 对不对 我刚刚讲说 它会让它很帅啊 我刚刚讲说这台车的车身尺码 已经接近四代Golf 甚至比四代Golf 还要再更大一点点 因为我记得 我们那时候买四代Golf 标准配置 其实才是15寸的铝圈而已 所以你看这个现代 现代化的一些车辆 其实在各方面 都比以往进步非常多 那么怪你 你打开车门看一下车内的车 它绝对不会是 你所想象中 那个所谓的这个 第一个马上去 对 中央一秒台去按一下 是硬来软直的 软直的中央一秒台 而且你看到没有 没办 现在新年式的车 它标配的是数位化的仪表板 好漂亮 是 你说这多少钱买到85 85万 85万 它这个等级分布 其实很广 R Lite稍微高价一点点 但是你继续展现 稍微抑一下价 均价也是可以85 我不敢讲说85万 你买得到R Lite 你可以选择BITS版本 或是其他的版本 BITS版本 对 那R Lite当然是它拥有 最顶规配备的一个车型 讲到BITS 关于你再看一下 那个A柱上面 有没有一个BITS的LOGO 有 所以其实R Lite的版本 已经也有标准配备的 一个BITS的音响 那这具音响 其实它包含了有 DSP的扩大机 高达300瓦的一个输出 其实还有重低音的设置 你想想看 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配置 对 没有错 那还有充满的这个运动化 包覆性格的一个座椅 加上它整个中央 充控台的一个配色的设计 跟它的座椅 其实有相互呼应 连它的车门把手的外饰框 其实都有做一个相互呼应的感觉 真的耶 你看欧洲车即使是比较入门的 都那个所有的用料都很扎实 不要再讲它入门 因为在Volkswagen Polo 高阶的车款上面 现在已经也标准配备的 有车道偏移这个修正功能的 这个IQ Drive的系统 你看这些配备有多丰富啊 所以如果大家要选的话 其实在即使你不是选主流的 那种热门的车款 像这种车也很有个性化 但是大家比较疑虑的是 除了刚才艾大讲说这款Polo 你可能保养起来是还蛮轻松的 但是其他的冷门车 一般的冷门车 如果我们要在日后的保养的话 是不是会很费工呢 其实艾大刚刚讲到这个 在福斯的保养系统上面 他们新世代一些引擎的科技 机油的技术 到底会不会比较省到 其实我们跟 可以说是最主流的 Yaris跟Fit 来比较一下 相较之下 Polo在这个市场市占表现 就来了 其实没有其他两款这么样的高 但是究竟在保养上花费 会不会有差距 其实我们看到 因为它是1.0升的一个税负急剧 所以在牌照燃料税上面 就有明显的一个优势 只要10年养车成本 只要8万6千多块左右 那例行的保养呢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知道进口品牌一定 怎么样就会比国产来的贵 但是因为它的一个原厂的一个保养的周期 所以在整体的费用摊下来之后呢 反倒是差不多的 甚至Fit还比它来的还要更贵 我想这个是 这个品牌近年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政策之一 那不过呢 因为它的可能轮圈的尺碼 轮胎尺寸的部分 所以在轮胎的费用上面稍微高一些些 不过因为配合它这个原厂的一个受辅在 如果你是原厂换轮胎的话 非人为的一个损坏 一年内可以免费更换 两年负担50% 三年负担70% 所以这个也是在用车人的部分 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措施 那平均的油耗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排气量最小 相对来说是经济节能的车型 所以跟另外两款很强调 节能的那种省油小车来说 其实甚至是打平 不过你要记得POLO的动力 其实表现来得最强悍的 所以这部分就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在 所以总计的成本这样摊下来 反倒还是三台里面最便宜的 是不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跌破大家的眼睛 对 所以其实跟你的刻板印象 有点不太一样 那讲 刚刚那位观众讲说 他除了先辈之外 也考虑CUV的车型 我们就把最主流的HRV 更主流的Kicks 那没那么主流的CHR 还有可能可以称之为 相对冷门的STONIC 摊开来大家比较一下保养的成本 其实在牌照税的部分 前面两款因为是1.8 1.5的急距 比较贵一些些 那到CHR跟STONIC 有涡轮增压 Duncycing的小排量优势 1.2升 1.0升 在这个地方就展现出差距 例行的保养 反而国产的HRV 稍微比较贵一些些 这个部分 就跟品牌的各自的报价价 有关联 最便宜的是Kicks 那其实轮胎 以及平均的油耗部分 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CHR跟STONIC 就在轮胎部分 差距比较大 我想应该也是 因为尺寸的一个关系 那最后总计帮大家算下来 其实我觉得差距都还算 可接受的一个范围 不過Kicks 能有这么高的一个销售表现 跟他后续车主的仰车成本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有关联的 真的是成本 仰护来说相对低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边 我相信这个观众朋友 应该心里有答案了 你选最主流热门的车 跟相对个性化一点的选择 到底仰起来有没有差异 其实我觉得可以 坦白说可以忽略不及了 对真的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落差在 当然除了我们这些 表述的车型以外 当然有一些更更更更冷门的车型 会不会落差 那个你可能就要自己做一些功课 对我们刚才帮大家比较 你会发现也许不论你是买 比较热门的车款 或者是比较市场上非主流的车款 在仰护的成本上面 也许是会差不多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一般人都会选择热门车款呢 最主要原因可能是 他除了据点多 可能你在找保养的地方的地点 也比较多一点点 还有二手的车价 也许会影响你取决于 你要不要买这台车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们选热门车的朋友 是不是也都会考虑到 这么多的因素呢 Rick 对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买车 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 比较热门的车款 像刚刚冠仪有提到 就是说好保养 据点多 就是它的服务的据点 比较密集 比较广泛 你可能今天开了热门的车 载了全家道出游 你可能泰雅有个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刹车有个问题 你想要溜下交流道 去找一个一般的那种 民间的修车行想要修 一般他们都会修 可是如果你开的 不是那么主流的车的话 你开进去他可能 老板可能会迟疑一下 说那些三个说 切不切我没看过 或是要撂车一下 你要撂一天吗 我出来算 怎么会撂一天 今天要回去 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热门的车就会相对的 在保养物质方面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是你要 然后还有问题是 如果你买的是热门的车 你真的车子有什么小毛病 小问题或是小小的便系的问题 你上网Google 你都问得到人 因为有很多车友会帮 帮忙反映一些东西 或者是一些电系的东西 小问题会有车友 他们就会有个讨论串 所以你想要Google都比较好 Google 也有人愿意回答 因为你车主群很多 这倒是 还有是你想要升级 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 因为最近是 我太太她想要看电动机车 当然我们都知道 Google的体系 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 那我们想说 如果想要选择最入门的 还有台零机车 也有台eReady 他算是Google体系里面 最清明的电动机车 然后我那时候我太太就说 那感觉好像不错 那我们去问看看好了 可是我买新的电动机车 我想要我会比较爱惜他 那他有没有出保护套 我认了一下 保护套 没有 对不对 就没有保护套 因为你要出比较热门的车款 或者是比较热门的产品 周边的一些厂商 才会开发出相对应的配件 没错 就像我买手机一样 你淘宝也才淘得到 对 你像我买手机一样 我想要买个手机壳 或想要买个手机壳 或想要买个荧幕保护贴 我热门的手机 才会有多的东西可以选择 可以对应的 冷门的 我可能找个手机壳 都很不方便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你热门的车款 热门的产品 就是第一个就是 你好问 你也好保养 你要小小小的升级 你也好升级 所以为什么大家多数的人 都会选择比较热门的车款 那再来还有一个 中股价的原因 那对于中股车商而言 其实热门的车款 他们会比较好 所谓流动 因为对于中股商而言 他们车辆的流动 是他们资金 可以顺利运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如果今天这台车收进来 我在我的卖场 我可能要摆个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对中股车商来讲 一笔资金会卡在那里 可是如果今天 这个月进来 下个月或者是 两个礼拜后 这台车马上就卖走了 我的资金的流动 就相对的快速 这样会帮助中股车商 他们企业经营的一个 资金的一个稳健的程度 会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 个性化一点的 可是你也不要说 选到那种冷门的 你只要选到 不是那么主流的 或者是中间的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 其实是可以考虑 behaviour 合伙生